据外媒消息,发展36年的印度LCA光辉战斗机,最近传来好消息。LCA光辉轻型战斗机,第13较量产型,SP-13、LA-513,于2019年1月30日再办加罗尔,被印度斯坦航空公司HAL机场成功起飞,由印度空军退役上校给。 本约克普驾驶,完成了首次飞行。SP-13,一共飞行了34分钟,随后安全着陆。 这是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第二条生产线的产品。 印度LCA光辉战斗机,于1983年开始这世研制,在法国、美国、以色列等国的技术支持下,于2001年首飞了第一架跃证机。 随后,一共投入了16架个新验证机和原型机,进行定型试飞。 于2014年,基本完成定型试飞科目,随后投入量产。 在2016年中期开始向印度空军作战部队,比较量产型的LCA光辉战斗机。 由于印度斯坦航空公司HVL产能有限,在2016年底,印度政府不惜花费这次新建了第二条生产线。 为了提供部件的生产效率,甚至将很多战机部件,外包给一些印度私营企业生产。 印度政府最终的目标,是目前两条生产线,年生产战机数量达到16架。 也就是平均每条生产线年生产8架LCA光辉战斗机。 然而愿望是美好的,现实是残酷的。 算上2019年1月20日,首飞成功的SP-14。 目前,印度一共拥有14架生产型的LCA光辉战斗机,其中实际装备战斗部队的只有12架。 据印度媒体消息,印度斯坦航空公司HVL最近一段时间加班加点。 计划的3月底,成功推出LCA光辉战斗机的SP-15和SP-16,也就是第15架和第16架生产型。 通过这个数字可以看到,大名鼎鼎的印度斯坦航空公司HVL5年的时间,两条生产线,一共能生产16架LCA光辉战斗机,平均一年3架左右。 这个效率可谓精力求精。 目前,LCA光辉战斗机的生产型,都装备在印度空军的第45战斗机中队,这个中队的绰号是匕首。 经过几年的磨练,这个中队部分战机,已经具备出使作战能力。 LCA光辉战斗机的性能,很多媒体上都有过报道。 这么多年,一直是世界防务新闻争论的焦点。 就拿目前量产中的LCA光辉战斗机MKR来说,以现在的标准,这款战机虽然采用大量新型复合材料,和美制的F-404发动机,以色列的航电系统。 但是,其实际作战能力,与周边国家的类似机型相比,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。 最有意思的是,目前量产的型号,原计划一共20架战斗机,其中有4架是双座型号,16架单座型号,但是一直到现在,LCA光辉战斗机双座型的设计,依然没有完成。 下线更是天方夜谈了。 作为21世纪先造的战斗机,以欧洲三杰为例,数量最少的阵风战斗机,也已经超过150架。 俄罗斯的苏式战斗机,单纯一个型号,例如苏30S、M、苏34、苏357产量都超过100架。 LCA光辉战斗机的直接竞争对手,中巴联合研制的骁龙战斗机,早在2017年底就超过100架。 而8下36年的印度LCA光辉战斗机,作为一款性能最差的第四代战斗机。 到今天加上所有的原型机和验证机正好30架,实际量产型14架。 不得不说,这又是一下新的世界纪录。 另外,LCA除了第一批20架LCAMK以外,后续还有83架LCAMK-1A,105架LCAMK-2。 不知道班加罗尔的印度斯坦航空公司HAPL又要升。